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式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大数据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程序员面试题中呢 大数据有关的题目有些是大数据和采样结合的题目 其实更适合放进概率的章节 但值得注意的是 越来越多的面试题注重对MapReduce的理解和应用 本期讲座将从简单统计和海量数据处理这两个方面来讲述 首先是简单统计的内容 Hadoop架构和MapReduce内容已经在面试中大量出现了 MapReduce的基本原理也变成众所周知的基础知识之一 但是在介绍MapReduce的过程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个更为基本的内容 就是什么是哈希函数 哈希函数又叫散列函数 哈希函数的输入值域可以是非常大的范围 比如任意一个字符串 但是输出域是固定的范围 假设为S 并且哈希函数具有如下的性质 一 典型的哈希函数都拥有无限的输入值域 二 当给哈希函数传入相同输入值的时候 返回值是一样的 返回值又被称为哈希值 三 当给哈希函数传入不同的输入值时 哈希值可能一样 也可能不一样 因为输出域统一是S 而输入域很大 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输入值得到相同哈希值的情况 四是最重要的性质 很多不同的输入值所得到的哈希值虽然会有重复 但会整体均匀的分布在S上 性质一二三是哈希函数的基础 性质四是评价一个哈希函数优劣的关键 不同输入值所得到的所有哈希值越均匀的分布在S上 哈希函数被认为越优秀 并且这种均匀分布是与输入值出现的规律无关的 比如三个字符串 AAA1 AAA2 和AAA3 这三个输入值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如果经过一个优秀的哈希函数计算后 所得到的三个哈希值来看的话 应该相差非常大 如果一个优秀的哈希函数能够做到不同的输入值 所得到的哈希值非常均匀的分布在S上 那么如果将所有的哈希值对M取余的话 那么很明显 所有取余后的值也会均匀的分布在0到M-1的范围上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就不详细的说明了 面试者只用寄清哈希函数的性质即可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哈希函数的经典实现 比如MD5算法和SHA1算法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MapReduce的过程 MapReduce是把一个大任务分成两个阶段 Map阶段和Reduce阶段 Map阶段是通过哈希函数把任务分成若干的子任务 哈希函数可以是系统默认的 也可以是用户指定的 总值是一个分的阶段 同样哈希值的任务会被分配到一个节点上进行处理 那么在分布式系统中的一个节点可能是一台机器 当然也可能是一个计算节点 Reduce阶段其实是分开处理 然后合并结果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在Map阶段 对每一个子任务可以计算出一些结果 合并的时候 把这些结果按照用户指定的要求做一些处理即可 那么MapReduce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难点主要不在于原理 而在于工程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比如在一个大型的分布式系统中 每台机器假定是一个计算节点 那么这么多机器总会有坏的 一旦坏了上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当然需要备份 那么一份数据需要多少个副本备份 才比较合适呢 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MapReduce产生文件相当的庞大 可能一个文件就可以让一台机器的硬盘存不下 那么这么多文件如何分布式存储呢 还有如何让这个系统对用户来讲是透明的呢 也就是说当用户在终端使用的时候 他的感觉和在一台电源上使用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种存储的核心是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而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设计需要考虑软件硬件效率 灾难恢复等等多方面的问题 以及用到多方面的知识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 再比如MapReduce的Map阶段就是把任务分配给不同的机器 那么分布式系统的机器性能呢都是不同的 而且即便机器性能相同 任务也往往不会分配的那么平均 这就必然导致有些机器先完成有些机器呢后完成 所以任务如何分配也需要考虑 负载均衡的策略也需要去设计 还有分布式系统是多用户的 所以任务的执行呢是并行的 这就需要跟踪每个任务完成的进程 一旦有的任务失败就要想方设法的重新执行该任务 所以就需要中心控制 而且既然要跟踪任务的执行 当然也需要实时查询节点的状态 同时还得重新分配失败的任务 再比如任何一个系统用户都要设置不同的权限 防止用户修改删除系统的重要文件导致系统的崩溃 分布式系统也不例外 对多用户权限的控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安全问题之一 总之以上每一个点都有可能在面试中成为大数据问题的考察点 我们先来看一个经典的用MapReduce可以解决的简单统计问题 统计一篇文章中每个单词出现的个数 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很多 但在这里呢我们打算用这个问题来展示一下MapReduce的工作原理 并且举一反三的解决其他类似的问题 到底一个问题如何进行Map过程和Reduce过程呢 首先需要把文章进行预处理 初步能想到的细节包括 首先应该去掉文章中所有的标点符号 然后是连字符号的处理 比如PencilBox 更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一个单词在一行末尾没写完 按照英文的习惯是需要加一个连字符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单词完整的给抓出来 还有就是对于缩写的处理 比如I am Do not If I'd like 另外就是大小写的转换 总之很多问题都需要考虑到 但目的就是把所有有效的单词全部抓取出来 在搞定了抓取有效单词的问题之后呢 现在假设输入就是一系列的单词 那么接下来用MapReduce的过程该如何做呢 首先在Map阶段 对每个单词都生成词评为1的记录 比如Dog1 Pig1 Dog1 之类的等等 然后通过哈希函数 把所有单词分成若干个子任务 同时根据哈希函数的性质 我们知道 单词相同的记录会被分配在一起 那么在Reduce阶段 每一个子任务中 相同单词记录进行合并 生成一个记录 然后把所有记录返回 就是整篇文章的词评统计了 每个子任务都是并行处理的 所以会节省时间 这也是MapReduce过程的主要优势之一 MapReduce的优势在于对大数据的处理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呢 其实非常的大才小用 但是如果统计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网页上的单词出现的频率的话 这种看似简单的做法实际上就派上用场了 下面的内容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常见的海量数据处理的技巧 总体来说很多面试中出现的海量数据题目呢都不会太难 常见的方法呢就那么几种 本质上在于分而置之 要么是把大任务通过哈希函数分配到不同的机器上 要么是把大文件或者大任务分流成小的文件 然后在每一个小部分上进行处理 最终再把结果合并起来 非常像我们刚才讲到的MapReduce的过程 这类题目常用到哈希Map Beatmap等数据结构来做 难点其实在于通讯 时间 空间等问题的估算上面 下面我们就通过具体的题目来进行详细的说明 请对11个IPv4的IP地址进行排序 已知每个IP只会出现一次 因为IPv4的IP地址数量一共只有42亿多一点 所以可以用简单的规则就把一个IP地址 转化成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数 所以普通的方法 先把11个IP地址全部变成对应的整数 然后把这么多的整数排序之后 转回IP地址的形式即可 那么在普通的方法中 我们即便是不管后面排序的过程 先看看把11个IP地址全部变成对应的整数的过程 一个IP地址相当于一个四字节的整数 一共有10亿个 所以这种方法我们需要4G的内存来完成这样的转换 虽然看起来4G的内存也不算特别大 但其实有着更好的方法 更省空间的做法 更好的方法是我们申请一个长度为2的32次方的比特类型的数组 数组中每个位置就是一个比特 只能表示0和1两种状态 所以长度为2的32次方的比特类型的数组 一共才占用128M的内存空间 这样的数组我们计为bitmap 如果整数1出现 就把map上面的0位置上的相对应的比特描黑 也就是bitmap0的状态从0变成1 同理如果整数k出现 就把bitmap中k-1位置上的比特位描黑 也就是bitmapk-1的状态从0变到1 而bitmap的长度为2的32次方 所以bitmap可以表示任何一个32位无符号的整数是否出现过 然后我们把11个IP地址全部变成整数 相应的在bitmap中相应的位置上把它描黑即可 最后只要从bitmap位的0位一直便利到最后 期间我们依次提取出相对应的整数 转化成相对应的IP地址 就完成了对所有IP地址的排序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bitmap的应用 给定11个整数 每一个整数都代表一个人的年龄 请将这11个数进行排序 这道题和案例1的区别 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年龄在0到200之间 所以可以认为这11个数都在0到200之间 然后用一个足够大的数组对11个人的年龄 按照技术排序就可以了 虽然很多大数据题目解决方式不一样 但海量数据处理是开放性的题目 比较适合面试而不太适合比试 需要我们自己去提取题目的特征 并且与面试官有足够的交流 然后展现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即可 其实大数据的题目往往是各种类型的面试题中 最好也最容易去掌握的和准备的